第24題請問0到30秒過程中 汽車的平均速度為每秒多少公尺 我們曉得平均速度的計算方法就是花了多少時間走了多大位移 老師上課的時候提過了VT圖只做兩件事情 直線求加速度面積求位移 那麼這個面積呢有個小的三角形 三角形的面積是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我們底40高40除以2呢答案叫做50 那麼這邊這一塊呢是所謂的長方形或者是矩形 或者這邊看出來是個正方形 我們呢長乘以寬的就是10乘以10呢叫做100 那麼這邊這個面積是T形 那我們就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那我們在我們前面的呢已經算出來了 這個位移呢是150 所以我們總共的位移有50加上100加上150 所以總共有位移是300公尺 那麼我們的位移呢是300公尺 我們0到30秒花了30秒 所以呢我們的速度呢就是每秒呢10公尺 第二次提問我們說請問0到30秒過程中 汽車的平均速度為每秒多少公尺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每秒10公尺 好嗎